她是普京背后的女人 曾两度拯救俄罗斯于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西方国家的围剿 她只用了一招就把西方国家玩弄于鼓掌之间 她甚至建造了一座价值6400亿美元的金融长城 用来应对西方国家的制裁 她就是俄罗斯经济领域的唯一真神 纳比乌林娜 长按点赞 回应带你一起来看一下这位真神的传奇 随着俄乌战争的开战 经济战争也变成了双方主要的战斗 为了能将俄罗斯的经济彻底搞垮 拜登率领各国帮助乌克兰来制裁俄罗斯 一夜之间世界上出现了几千条经济制裁 全部都是在针对俄罗斯 拜登更是扬言要将卢布变成废纸 自冷战之后 这种规模的经济制裁实属罕见 当经济制裁落在俄罗斯的头上时 一时间整个俄罗斯的物价飞速上涨 就连面包都涨了好几倍 可真是有德国那味了 但就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准备开笑话时 普京突然发布了一条保护卢布的措施 要求其他国家购买俄罗斯天然气时 必须用卢布来结算 否则不会提供天然气 这一举动直接让西方国家傻眼了 因为这一招可谓是打在了西方国家的软肋上 毕竟有许多西方国家都需要靠着俄罗斯的天然气来发电的 这项出台的政策不仅成功减轻了针对俄罗斯的压力 而且还让卢布大幅增值 可谓是一举两个 不过提出这项政策的人并不是普京 而是担任着俄罗斯央行的行长 纳比乌林娜 那个被誉为是拯救俄罗斯经济的人 2013年 纳比乌林娜被普京任命为俄罗斯央行的行长 那一年的俄罗斯经济大好 但谁也没想到 这一年就是俄罗斯经济的巅峰 2014年 克里米亚事件的发生 导致了北约开始对俄罗斯进行长达数年的经济制裁 在经济的打压下 卢布快速的往下跌 尽管纳比乌林娜快速推动了汇率的制定 暂时缓解了卢布的压力 但俄罗斯还是因此遭到了重创 这一事也让纳比乌林娜痛顶思痛 下定决心要改变俄罗斯的经济发展 于是他心里就想着要在俄罗斯创立一个金融储备 用来应对更多的金融危机 在之后的几年 他积极的去储备各种外汇 并且还打造了一座价值6400亿美元的金融长城 是俄罗斯央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之一 可以说 俄罗斯在遭遇经济危机时 是他一手策划的政策 才让俄罗斯安然无恙 而这一战也成功让全世界都知道了 这位女强人纳比乌林娜 面对西方国家的围教 他只用了一招就把西方国家玩弄于鼓掌之间 作为普京背后的女人 纳比乌林娜一直比较沉默寡言 面对媒体的采访时 纳比乌林娜也从不露出自己的情感 只要是被提到有关国家的事情 他一直都非常正经的回答 这让许多媒体非常喜欢他 而有的媒体发现纳比乌林娜经常会带一些鸟类的别针出现在发布会上 而这些别针所蕴含的意思恰好就是纳比乌林娜将要做的经济改革 比如纳比乌林娜参加会议时就有媒体发现 他的胸前挂了一枚灌鸟的图案 而这只灌鸟在西方的文化里代表着未来 这也说明俄罗斯的经济将会重生 果然当天的会议里纳比乌林娜就宣布了全新的经济改革政策 由此可见纳比乌林娜更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在俄乌战争发生后 纳比乌林娜身着一身黑色的衣服 胸前并没有挂任何徽章 这不禁让人揣测 这次纳比乌林娜会把俄罗斯的经济带向何方呢 不久之后俄罗斯就发布了卢布结算令 一时间整个西方都沸腾了 这就像是在绝境中突然出现了一张王牌 让俄罗斯绝地反击 俄罗斯这一次的成功反击 让外界不禁都对纳比乌林娜感到好奇 这位女子竟然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俄罗斯能够拯救出来 简直是不可思议 而回过头来看 原来纳比乌林娜没有携带徽章的意思 就是用非常规的方法来打破局势 不得不说纳比乌林娜不愧是普京背后的女人 但其实在俄罗斯战争开始出气 有许多俄罗斯高官都辞去了职位 其中纳比乌林娜就是其中的一位 一方面是因为她苦心经营的经济政策 因为战争的到来而化为乌有 再加上她受到了外界的谴责 这就让她萌生了辞职的想法 然而她的辞职信立马就被普京给拒绝了 而且普京也没有给她任何回复 这让她深刻的意识到自己多么受普京的重视 于是在纳比乌林娜冷静下来之后 她一改往日的颓废 决定陪普京一起战斗到底 事实证明 纳比乌林娜没有辜负普京的期待 用一招釜底抽薪的方法成功解决了经济危机 她是普京背后的女人 曾两度拯救俄罗斯与水深火热之中 1963年 纳比乌林娜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 或许是因为平凡的出身 这让纳比乌林娜从小就知道知识改变命运 于是她发奋图强 考进了俄罗斯有名的莫斯科大学 毕业之后 纳比乌林娜像是走出了开挂之路 1994年进入到了俄罗斯经济部 担任着经济改革副司长 更是在两年之后顺利晋升为了司长 1998年 纳比乌林娜接到了上级领导的通知 让她来到普京的身边工作 当时她对来到普京身边这件事闭口不谈 有专家认为 她可能肩负着俄罗斯的重任 后来俄罗斯又公开资料显示 纳比乌林娜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被普京委以重任 并参加了俄罗斯未来十年的经济计划 或许从那时起 纳比乌林娜已经成为了普京的智能团之一 2007年 纳比乌林娜成为了俄罗斯贸易部部长 而她在部长之位上 干的做出色的一件事 就是带领俄罗斯加入了世贸组织 要知道俄罗斯想要参加世贸组织 已经有20年之久 但一直未能如愿 由此可见 纳比乌林娜对俄罗斯有多么重要 2013年 纳比乌林娜成为了俄罗斯央行的行长 至今仍然担任着这一职位 西方为了诋毁 开始暗中调查她名下的企业 企图找到她的黑料来扳倒这位女掌门 但可惜的是 只能找到她名下的两辆车 并没有其他任何金额财产 这也让西方无从下手 便放弃了这个想法 如今俄罗斯依旧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我们能够相信 俄罗斯在普京的带领下 一定会挺过这次危机 好了本期人物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